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诸国简史十分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法国的封建时代 卡洛林王朝与封建制度 二 法兰西共和国 民主 权力与社会挑战 三 革命精神与国家建设 法国的兴衰分析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法国的封建时代 卡洛林王朝与封建制度 当然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歧视 城堡和农奴的时代 探索一下法国封建时代的精彩故事吧 首先 我们得聊聊卡洛林王朝 Karolindian Dynasty 这个王朝的名字 听起来就像是一家高级巧克力店的名字 但实际上 它是以扎里曼 沙拉曼 这位超级明星国王的名字来命名的 扎里曼 这位中世纪的摇滚明星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身高 据说他很高 而是因为他统一了大片的欧洲土地 并在八百年圣诞日 被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 这可是个大新闻 因为自从罗马帝国西部崩溃以来 这个头衔就空缺了 卡洛林王朝的封建制度 可以说是中世纪版的 我帮你 你帮我 国王将土地授予贵族 作为交换 这些贵族必须提供军事服务和忠诚 这听起来像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合同 但实际上 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 有点像现代社交网络 但是没有可怕的评论和病毒视频 在这个制度下 最底层的是农奴 他们在贵族的土地上耕作 生活得并不轻松 想象一下 你每天辛勤工作 但是你得到的报酬 只是不被赶出家门 而且还得定期给你的领主 送上一篮子最好的鸡蛋 这就是中世纪的租房协议 只不过没有押金和租金涨价的问题 卡洛林王朝的封建制度 还有一个有趣的方面 是领主的私人战争 这些战争 就像是邻里间的小争吵 只不过规模大得多 而且有时候会演变成真正的战争 想象一下 你的邻居因为你的树枝 掉到了他的院子里 而向你宣战 这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 最后 卡洛林王朝的衰落 可以说是因为他们 没有好好管理他们的社交网络 国王的权力逐渐削弱 贵族们开始更加独立 最终导致了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分化 和地方势力的崛起 这就像是你建立了一个超级成功的在线社区 但是忘了 设立管理员 结果大家都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了 总之 卡洛林王朝和封建制度 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权力 土地和忠诚的复杂历史 这段历史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和人性的挑战 而且 如果你觉得现代生活的政治复杂 那么回头看看中世纪 你可能会感到宽慰 至少我们不用担心 邻居会因为捡草坪 而向我们宣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兰西共和国 民主 权力 与社会挑战 啊 La Republike Frances 一个充满了浪漫 革命 和偶尔罢工的国家 法国 这个世界民主的灯塔 不仅出产了美酒和美食 还孕育了一些 最具影响力的政治理念 那么 让我们一起 穿越历史的长廊 探索这个国家 如何在面对民主 权力 与社会挑战时 既保持了优雅 又不是幽默 首先 我们得提一提 法国大革命 1789年 法国人民说 够了 他们厌倦了贵族的奢华生活 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 所以他们做了 最法国的事情 举行了一场革命 他们推翻了国王 建立了共和国 并且 顺便发明了断头台 这可是一种非常有效 也许过于有效 的平等主义工具 然后是拿破仑 波拿巴 一个身高不是很卓越 但野心巨大的小个子 他说 共和国 不够好 我要成为皇帝 于是他就这么做了 给欧洲带来了一系列的战争 和新的法律体系 拿破仑法典 这至今仍对世界法律产生影响 跳到20世纪 我们看到了法国的民主 再次受到挑战 两次世界大战 让法国遭受重创 但它总是能够浴火重生 第四共和国的短暂存在 和政治不稳定 导致了第五共和国的诞生 查尔斯 戴高勒说 让我们再次做个大改革 于是 1958年 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政体 赋予了总统更多的权力 现代法国面临的社会挑战 是多方面的 从移民问题 到社会不平等 再到黄备新运动的抗议 法国人民从不害怕表达他们的不满 他们的抗议文化 几乎和他们的葡萄酒一样著名 不过 不要误会 法国人也是非常爱国的 他们只是有时候 喜欢以一种非常响亮的方式 来展示这一点 在法国 民主不仅仅是选举和政治 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它体现在每一次激烈的辩论中 每一次街头的抗议中 甚至体现在每一顿饭桌上的讨论中 法国人热爱辩论 无论是关于谁是最佳足球运动员 还是关于国家的未来方向 总之 法兰西共和国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室 不断地在民主 权力和社会挑战之间 寻找平衡 它可能偶尔会跌跌撞撞 但总能以一种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方式站起来 法国 一个让人既爱又恼的地方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无法抗拒它的魅力 5 Law France 5 Law Republic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革命精神与国家建设 法国的兴衰分析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浪漫又血腥 充满理想与矛盾的话题 法国的革命精神与国家建设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时光机即将启动 带你穿越到那个高举自由 平等 不爱其志的激动人心的时代 首先 我们得回到1789年 那个被称为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这场革命 可以说是因为面包太贵了 是的 你没听错 面包价格飞涨 民不聊生 加上贵族们在宫殿里吃喝玩乐 完全不顾百姓疾苦 这让法国人民忍无可忍 于是 他们拿起了武器 开始了一场 旨在推翻封建专制 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 这场革命 可以说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戏 我们有路易十六 一个可能更适合做个索将 而不是国王的男人 有玛丽 安托瓦内特 一个时尚的代名词 但也是民众怨恨的焦点 还有罗伯斯比尔 一个理想主义者 后来却在恐怖统治中 成了革命的屠夫 革命精神 在法国人的血液中燃烧 他们推翻了君主制 建立了共和国 但这个共和国并不稳定 从1799年拿破仑的崛起 到1815年滑铁路的失败 法国经历了帝国的辉煌与崩溃 拿破仑 这个小个子军事天才 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 但最终却被英国人 送去了一个岛上 让他有足够的时间 去思考远征俄国 是不是个好主意 法国的革命精神 并没有因为 拿破仑的流放而熄灭 19世纪 法国人民又多次起义 试图重现革命的辉煌 我们有1830年的七月革命 1848年的二月革命 还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 法国人似乎特别喜欢 在春天搞革命 也许是因为天气好 出门造反比较舒服吧 这些革命 虽然都以失败告终 但他们推动了 法国社会的进步 也为后来的国家建设 奠定了基础 法国最终确立了第三共和国 并在此基础上 发展成为 今天我们所知的 现代民主国家 但是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革命精神 虽然能够推翻就秩序 却不一定能够建立 稳定的新体制 法国的历史 就像是一部精彩的肥皂剧 有爱情 有背叛 有英雄 也有悲剧 法国人民在追求自由 平等 不爱的道路上 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和磨难 但他们从未放弃 所以 同学们 下次当你们享用着法式面包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面包 这是革命的味道 是法国人民用血泪和汗水 换来的美味 而法国的兴衰石 就像是一块层次丰富的千层饼 每一层都有它独特的风味 只有细细品尝 才能真正领略其 深刻的历史意义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不仅能记住 这些历史事件 更能从中汲取革命精神的力量 为我们的未来贡献一份力量 下课 各位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一起穿越时空 回顾了法国的封建时代 法兰西共和国 以及革命精神与国家建设 这些历史故事 都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 和人性的挑战 让我们更加了解法国的过去与现在 卡洛林王朝和封建制度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 有点像现代社交网络 但没有可怕的评论和病毒视频 而法兰西共和国 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实验室 不断在民主 权力和社会挑战之间寻找平衡 而革命精神与国家建设 则是法国历史中 一个既浪漫又血腥的话题 展现了法国人民对自由 平等和博爱的追求 无论是封建制度 民主政体还是革命精神 这些都是法国历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有关权力 土地和人性的故事 而且 如果你觉得现代生活的政治复杂 那么回头看看中世纪和法国大革命 你可能会感到宽慰 至少我们不用担心邻居会因为减草坪而向我们宣战 现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法国的历史和文化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